第四單靶 而要有醫院的 盡曉 訂門 運坐 這些磚塊是哪裡來的? 工地 服用的食材 然後我們把它要過來 然後就鋪成一個鋪鋪 我們今天的工作進度大概做到哪些 大概只鋪了一瓶 台灣各地有太多太多人在等錢 有太多太多的單位在爭錢 那麼都是在等說我們下一個年度 或者是什麼時候把錢掙到以後 我們再來做什麼 但是像周子這個例子 它是不能等的 我們是在搶那個時間點 如果那個時間點沒有搶到的時候 當一般性的工藝做下去 我們已經沒有機會了 所以不管現在有沒有錢 有沒有這些人力 這件事情是應該做 經過了15年 當初這裡是一片黃土 沒有樹 沒有植物 沒有鳥類 到現在這裡已經成為一個 生態豐富度非常高的一個領域 當我們做了對一件事情 我們的堅持 讓它成為一個生態豐富的一個師弟 是一個都會的自然公園 而不是成為一個一般性的公園 所謂的典型一般性公園 就是要有設施 有兒童設施 有停車場 有很多硬鋪面 有很多草皮 就算要種樹也要符合 人在使用的需求 15年前我們辛苦鋪設的步道 現在已經成為周仔師弟的訪客 是一個很重要的探訪跟觀察的通道 這裡的鳥種已經到了一百六十幾種 在一個都會區十公頃的土地 裡面有這麼多的鳥 像真的它在生態都會的這個路上 已經邁出一大步 如果公園裡面有更多的這樣的這種自然公園 那麼它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野生動物的庇護所 當你做對一件事情 時間會給你有意想不到的一種展現 這裡的這個物種 從以前的只有少數幾種 到現在有三百多種 這是令人無法想像跟超出我們的醫療之外 我觀察這十幾年來的公園的狀態 覺得政府應該可以從幾個方面去思考 一個就是說不要再花那麼多錢 第二個就是說什麼樣的這個休憩的效益是比較好的 再來就是說這個山營的這個政策是什麼 是野生動物可以用 可以得到一些經濟的效益 然後又花很少的錢 這個是很符合一種自然公園的一種狀態 周宅市地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們看到15年的變化 這個可以讓我們去思考說 在未來的15年或者是更的15年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經營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是發生的 後面有人去遇上 與這些事設計 util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